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暗局,我是抗萌 本期节目我们按照约定讲一个短的,由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 这部电影光听名字就非常的野人狭想 它叫《三郎奇案》 电影的故事背景是在20世纪的香港 光宫神像前,三个少年拜着靶子 取下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三兄弟全都步入中年 三兄弟里,马尔灿当着无证上岗的化妆师 因为每天的工作就是给三级片女郎詹毛 所以得了个混名,詹毛强 邓子静成了驾驶教练 阿怀在兄弟几个中年纪最小 他进了商社,当了个每天摸鱼的工友 兄弟三人穷到了一起,没事就搞些坑蒙拐骗的伎俩 詹毛强经常把剧组的漂亮姑娘引到商社 让阿怀假冒商社老板去勾打 势力的话还能骗点小钱 这些把戏被商社的真老板皇室父子看在眼里 他们极其瞧不上这几个二溜子 闹归闹,皮归皮 三兄弟也都有自己的生活 詹毛强是个十足的老婆奴 家里还有六个孩子 邓子静虽然还没成家 但对自家老母那是相当孝顺 而上没有老,下没有小的阿怀 则包养了舞女做情妇 两人虽然都比脸干净 但情比金尖 这天,黄少爷在夜总会看上了这名舞女 上来就聊,却被狠狠拒绝 出来看见他和自家商社的雇员搞在一起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上去就和阿怀扭打在了一起 这一晚,两人算是正式结下的梁子 第二天一早 阿怀手上没什么活 正蹲在楼下偷黄老板的汽油 这一幕又让皇室父子瞅了个正着 看着最近屡屡出自己眉头 还次次撞到枪口上的阿怀 黄少爷直接窜跎着老爸 把他给解雇了 没了收入来源 阿怀彻底成了窝囊费 晚上兄弟三人几杯酒下肚 就开始口嗨 阿怀觉得应该烧了黄老板的车 邓子静觉得应该把黄少爷藏起来 这时张毛强开了个玩笑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这话一说 邓子静和阿怀眼睛都直了 两人立马拉上张毛强 准备狠狠地干一票 而这番对话都被窗外一个名叫大蛇明的小偷听了个明白 第二天晚上三兄弟乔装打扮 开始在黄少爷常去的夜总会外蹲点 大蛇明居然也在这时找了过来 强烈要求入伙 为了避免计划败露 兄弟三人只能戴上了这个脱油瓶 带着黄少爷出来行酒的功夫 四人组上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正准备把黄少爷打晕带走 却不小心也来了附近巡逻的警察 还好阿怀鸡贼一脚把黄少爷踢到了车下 然后拎过一旁的大蛇明 假装是几个酒鬼赌徒在街头打架 警察甩手走开 几个人马上把车底的黄少爷塞进车里 带到了野外 就在这时 浑浑沉沉的黄少爷突然转醒 一眼识破了阿怀等人的伪装 眼见着黄少爷一边疯狂逃跑 一边大声嚷嚷着要报警 四人组心里也慌得不成样 在一把按倒黄少爷后 几个人一边捂住他的口鼻 一边拎着锤子使劲敲打 很快 他们手下的身体再没了动静 情急之下的一次出手 直接让以赎金为目的的绑架 上升成了杀人案 四人组再没有退路 他们把黄少爷就地掩埋 在这时 黄少爷却又缓缓抬起了手 他还勉强生一口气 如果四人组这时助手 他就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但现在的四人组又惊又怕 早已丧失了思考能力 几个人接连用铁锹 把黄少爷拍得断了气 然后彻底把土坑埋得严严实实 黄少爷没了 但钱还是得赚 几个人把黄少爷的一只耳朵 和绑架信一起寄到了黄老板家 但没成想 这么个节骨眼上 黄老板还是精明又小气 在绑匪拒绝了他和儿子通话的要求后 黄老板一口咬定儿子已死 所以坚决不交赎金 双方来回几个回合 他才终于松口 用50万换儿子回来 本来几个人想要的赎金是200万 现在金额上大打折扣 但能赚一笔是一笔 几个人到了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地点 四人组却远远的发现 前来交钱的都是便衣警察 这时 他们突然想到有另一条路可走 大队警察都来了约定地点 商社那边岂不是没了防备 就这样 四人组戴上野狼面具 避开了山下交集等待的便衣警察 顺顺当当 从商社劫走了黄老板 这一次四人组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他们给黄老板打造了一个专属小屋 要求黄老板马上给家人写信 提取百万赎金 从好吃好喝哄着到连番恐吓 黄老板终于挺不住中了招 答应了给家人写信 随后几个人找来一个老头 代替他们拿钱 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大排档里交接了赎金 四个一穷二白的二溜子 这下一步登天就算是只分到了五万块钱的大蛇鸣 当时都可以在香港买下五栋大楼 钱包股了 几个人全都过上了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 张毛强老婆的生日宴上 邻里相亲和兄弟几个齐聚一堂 吃肉喝酒好不快活 可没想大蛇鸣却又找上门来 绑架黄老板过后 他们再没有联系过 这次大蛇鸣带着一个名叫鬼剑仇的小混混过来 说鬼剑仇不知从哪听来的消息 已经知道了他们四人犯下的案子 要想让他不举报 就得拿出十万块封口费 到手的钱断没有封给别人的道理 兄弟三人一听这话 心里又犯了狠 三兄弟直接杀了鬼剑仇 而对于通风报信的大蛇鸣 他们也彻底没了耐心 今天的这出好戏 明显就是大蛇鸣额钱的招数 三人正想把他和鬼剑仇一起埋了 不料大蛇鸣也早有准备 怀揣着小刀杀出了一条生路 直直冲到了公路上 好巧不巧 这时正好有一辆警车经过 三兄弟一看立马撤退 大蛇鸣也被安全护送到了警局 然而接下来的事 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昨晚逃命的时候 大蛇鸣情急之下 对着警察喊出了 野狼在追我 野狼正是黄老板报案时 对绑架团伙的称呼 然而这么多天过去 警方对那四个 戴着野狼面具的男人一无所获 这个自己撞上门来的大蛇鸣 莫非才是最后的突破口 看着突然吱吱呜呜 然后大喊着要看医生的大蛇鸣 警长心生一计 他让大蛇鸣在申请表上 写下这样一句话 向理财探长申请就医 原来黄老板被绑架期间 经常要求四人组给他买杂志 一次从求是小窗口塞进来的新杂志上 绑匪之一写下了发财的字样 这个奇特的财字写法 引起了黄老板的注意 他马上撕下这一页一直保存 没想到真的在这天派上了用场 很快警方开始了全程搜捕 阿怀和邓子静被捉拿归案 另一边 激警的詹毛强本以为逃过一劫 在夜里却铤而走险回了趟家 没想到却被隔壁家小孩察觉 无声无息地抱了紧 詹毛强也被逮捕 经过法庭审理 大蛇鸣因绑票罪名 被判入狱15年 兄弟三人因涉嫌谋杀 被判处绞刑 当死亡的气息真正降临 曾经最强硬的邓子静和阿怀 也败下阵来 下午5点 所有人被允许和家人见最后一面 得知母亲到来 邓子静赶忙掐灭了烟头 挥散嘴里的烟味 然而看到坐在那里 仿佛老了10岁的母亲 他马上退回了牢房 现在的他已经没脸见自己的家人 而在隔壁 詹毛强的妻子带着孩子来见丈夫最后一面 看着连连对自己道歉的詹毛强 他却连一句重话都说不出来 只是一边流泪 一边许下了下辈子还要相见的诺言 从此以后 整个家庭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肩上 两个家庭哭成了一片 另一边 阿怀却没有等到他想见的人 当然身处狱中的他也不会知道 升级成为自己妻子的吴女已经怀孕 在得知心上人被判死刑的消息时 他急急忙忙跑出来摔了一跤 这会儿正在做流产手术 阿怀所期待的孩子和幸福的家庭 终究与他无缘 第二天 当绞刑架三次降落 三郎案就此落下帷幕 荣华富贵一场空 三人真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生来就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做梦也想让一家人都过上好日子 但现实却没给他们留下什么追梦的机会 即使是一个小商社都阶级鲜明 老板压根不把员工当人看 可以随意羞辱 工资一百块就像捏住了雇员的命门 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 三郎铤而走险 把别人的命和自己的命都当作了儿戏 现实里真实的三郎案 比电影里的故事更引人深思 阿怀的原型人物李魏 其实是黄老板一家的远房亲戚 他与三郎中的另外两人 也并不是什么生死兄弟 失业拮据的李魏 纯粹是描上了亲戚皇家的家财 于是找上了朋友马广灿 马广灿又向他推荐了车技熟练的泥饼肩 这才临时组成了三郎团伙 1959年6月18日晚 黄少爷在宵夜后离奇失踪 第二天家中收到了他的一双耳朵 以及名为野狼的勒索信 黄老板当即拒绝交付赎金 但无论是警方调查 还是黄家悬赏5万港币寻求线索 黄少爷从此无影无踪 一年半后 黄老板本人也遭遇绑架 在家人乖乖缴纳50万赎金后 他被安然释放 与电影故事相同的是 三郎之外也有个叫蛇仔鸣的同伙 但与电影中不同的是 蛇仔鸣没有案发后勒索三郎 而是他被人勒索 他穷人诈父的派头吸引了同乡邓天福 在几次被勒索后 蛇仔鸣联合三郎要了他的命 在盖完这一票后 蛇仔鸣觉得自己所分到的赃款太少 想要继续讨要 却被三郎追杀 他这才选择了自首 充当了警方的污点证人 风头即盛的三郎案 通过他提供的线索最终破案 案件开庭后 三郎毫无悔过之心 几次狡辩声称自己没有杀人 反倒是黄少爷的妻子 在出庭作证时哭成了泪人 老年丧子的黄老板 也在法庭上老泪纵横 纵观全案 三郎的犯罪动机只为钱财 作案手法简单粗暴 在他们眼中 同伙内部有分歧不是问题 但如果有人想从自己手上分走赃款 那就等于触犯了死忌 对他们而言钱比命重要 好了 今天的谜艳局就到这里 警告世人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天下谜艳众多 多少是被一个钳字折磨 下期谜艳局 我们将进入一个惊天阴谋论里 此案涉及联合国秘书长的离奇死亡 我们下期谜艳局见 记得帮帮帮 白了个白 打开 封显 写 金蜡 你 门